最大的獲得是什麼 獲得就是從演戲當中 獲得了一個老婆 大大大 當時有覺得說 你也太不寬了吧 他沒想到他竟然會講出這種話 昆達日前迎來42歲生日 柯佳燕準時在Instagram上 送上祝福 昆達也轉發回應夫妻互動 閃到不行 而笑兩口閃的可不只有這 昆達先前在節目上 被問到拍戲最大的收穫時 一句話閃瞎全場 最大的獲得是什麼 獲得就是從演戲當中 獲得了一個老婆 大大大 獲得了一個老婆 大大大 大大大 還不行 賀佳燕21日出席活動 被問到此事 臉上完全藏不住效益 那禮物先是很久 有啊 我有幫她準備禮物 對啊 但如果再找兩遍的話 我就可以從那邊選擇 就更大膽 所以昆達好像在網上 跟大友說明她在演藝圈 獲得這大數目是獲得一個老婆 有 我有看到 那妳身為當時的 我就會想說 啊 也太浮誇了吧 妳有覺得很甜嗎 真的 當時有覺得說 也太浮誇了吧 沒想到她竟然會講出這種話 最近大概在忙 因為好處女朋友 我最近都在寫文章 然後共賢的時候就拍一點錢 寫文章是比較出書的意思嗎 是希望可以朝這個目標前進 但是也不是說 想寫就立刻可以寫出東西 是希望可以帶出 希望 但不知道會寫出什麼 佳玲前一日子 加入大陸的新經紀公司啊 那是因為有一些戲劇上面的新規劃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付出 當時是 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 當地的窗口 然後請經紀人認識的朋友 所以就請她們幫忙 就是這樣 那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是有變成一個新規劃 我也是有點意外 大家應該是擔心說 會不會妳回來的時間變少 我不會覺得說 特別一定要在哪裡看 其實很歡迎大家來找我拍戲 我也很希望可以做跟不一樣的團 對 也能夠做看團 對 其實還是 主要還是看團隊分子 還是很歡迎大家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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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